自从2018年11月25日,俄罗斯与乌克兹海峡冲突发生之后,俄罗斯的西部边境就再也没有消停过。 根据俄罗斯西部军区雷达部队的报告,整个2018年12月,北约经济异常接近次数达到了历史的巅峰,并且在进入2019年之后,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 目前俄罗斯正在推进西部军区空军部队苏35S战机的换装,该战机不交与波罗的海上空,在德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面前,展示了自己强大的威慑力。 除此之外,俄军还在黑海地区部署了密密麻麻的版线火力网,被约水面舰艇一旦爆发冲突,几乎没有生款的可能。 不过,这一切并没有阻止西方的挑衅活动。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16日的报道,就在当前美国战略航空兵的B-52A制同温层保里战略轰炸机,一场接近了俄罗斯边境空域,目前尚且不能确定该轰炸机的起飞地点在哪。 只知道这架B-52A制在经过了波兰上空之后,跑到了加里宁格勒一带,随后折向波罗的海方向,并且对俄军波罗的海舰队,进行了模拟空中突袭。 身为北约最大的轰炸机,B-52H的最大起飞重量在B-2和B-1B之上,虽然服役时间不短,但是B-51H的出动,还是在一定程度上,代表着北约的警告着什么。 美国人究竟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导弹,是望俄军波罗的海舰队驻地,卡朗斯塔德尚且是未知数,然而五角大牢对莫斯科。 方便赤裸裸的挑衅,已经是在明显不过了。 要知道加里宁格勒,作为俄罗斯地海外飞地,一直是俄军众眼不防的地带。 俄罗斯西部军区的第11集团军,全部驻扎在此地,而且该集团军部署的9K-720,伊斯塔德尔M设程,足以覆盖整个波兰,以及美军部署。 在德国的一些重要基地,美国人过去虽然一直将此地是座眼中钉,可如此之大的抢卸动作上述首次。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,就在B-52H逼近加里宁格勒的前一天,是从达到400公里的S-400凯旋防空系统,正是列装斯地俄军。 从此,俄11集团军的防空能力,得到大大加强。俄军此举事实上将他们的防空识别区,向前推进了近200公里。 虽然外国军机经过此地时,不会像正式的防空识别区那样,向俄军通报飞行计划,但俄罗斯却事实上看得更远。 可以想象的是,未来北约和俄罗斯,还将围绕加里宁格勒及其周边进行一系列的对抗活动。 作为莫斯科方面抗击北约的前哨导蕾,俄军势必寸土不让。 而作为北约东阔,必须率先拔除的据点,北约未来更多的会采取孤立的战略,降低加里宁格勒俄军的存在感。 这对于普京来说,无疑是一次巨大考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